市民社群網站臉書 日前傳出高達5000萬筆用戶各資外洩 起因是外電報導於2012年受僱於美國總統候選人川普陣營的資料分析業者劍橋分析 在2014年到2015年間利用臉書推出心理測驗遊戲 假借學術研究知名 卻非法取得27萬筆臉書用戶的好友資料和政黨傾向 針對這些用戶企圖投放特地廣告影響選情 雖然川普陣營石口否認有使用業者的資料庫 但據了解美英國會都打算傳喚創辦人薩克伯等臉書高層踹貢 另外臉書上會讓各資外洩的風險也並非只有心理測驗而已 其實像這種心理測驗會或一些小朋友 其實就是一個程式 那你直接程式的話 就有可能讓這些程式取得一個相關的各資 私安專家表示 民眾在臉書上玩心理測驗等小遊戲時 都會先跳出授權請求的視窗 說明該應用程式會取得哪些各資 但大多數人往往看都不看就按同意 就有各資外洩疑慮 如果想要避免資料外洩 專家建議民眾花個幾秒鐘 看一下會被取得哪些資料 若不幸已經玩過很多心理測驗 可以到臉書帳號頁面 接著點選《隱私設定》裡的應用程式與網站 把應用程式授權取消 點選我們建議說 如果你要真的要 實行程式的話要考慮清楚 就是真的有必要去知識